网络时代影音资料唾手可得 不过很多网络上免费分享的影音 都是没有获得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这样维护智慧财产权的制裁局很头大 最近祭出要封锁境外的重大侵权网站 还要严厉修法 让封锁境外侵权网站合法化 消息一出许多网友很震惊 质疑制裁局限缩网络自由 不管是音乐 电影还是连续剧 只要动动手指 网络上几乎都找得到 但这样侵权行为让权利人大喊吃不消 智慧财产局严理修法 封锁境外重大侵权网站 不过立委质疑 重大侵权网站的标准怎么认定 这个会不会有点 就是伤其无辜的问题 它几乎是百分之百 如果它只是像媒体机指问PPS 这些一半一半 这个不在我们处理办 尽管大陆影音网站PPS 土豆网逃过一劫 但未来只要权利人举证 委员会小组审核通过 封锁境外网站就可能合法化 网友担心演变成 行政机关变向前置网络自由 纷纷发起串联抗议 制裁局预定参考国外执法 行政 司法 双管旗下 但修法之前 还会召开宫廷会参考各方意见 政府要在对外一些 我觉得先对内吧 对我们目前的这些非法的这些东西 先进行有效的制裁 如果台湾跟进的话 我应该会支持吧 基本上本来就是消费者付费 如果要经过政府的审核的话 这样自由度会变比较低 我觉得封锁不好 就像大陆封锁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们封锁到他们的网站 就很像井底赤话一样 别人的资讯我们都看不到 在自由民主国家 倡议封锁网站非同小可 立委呼吁 修法一定得谨慎再谨慎 新唐亚太电视常会谋章之宣 台湾台北再报报道 谢谢大家